我們今天開啟的產品就是 LOMED的快速無線充電座 LOMED之前也有介紹過 它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這個快速無線充電座 據聞一次過可以充電三樣的產品 它最快可以去到雙7.5W的無線充電 那現在就 7.5W無線充電來說都算是這樣的 看看背部的圖片 可以充電新一代的AirPods Apple Watch 手機 同一時間三樣東西一起充電 開開裡面 包裝都好 好帥仔 好實正 包裝裡面就有 一個火牛 還有轉插 還有兩個轉插 任何國家都用到 基本上這三個轉插 我們先轉為香港轉插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大陸日本的插頭 按住 都不算難拆的 按正確的位置就OK的了 OK 對 插好了 這個充電座 這個充電座的質感其實都不錯 因為它本身就是金屬打造的 這個位置就應該是一些防被位 好像一個cusion 一樣 加厚了出來 其實就看起來都不錯 好看的 這裡就是Apple Watch 底下有兩個 防線條 現在就馬上試試 直接插進去 就應該可以馬上使用 好看的 那外面的 速無線充電座 有很多款 不過如果一次過可以充三樣 產品的話 那就不太見有 那我們放一隻Apple Watch 是不是已經通了電呢 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通了電呢 它這個磁位一磁下去就可以了 對了 已經立即是 在充電了 那試過 Apple手機 對了 這樣又可以充電了 咦 那 我們就沒有這個AirPod 因為它本身就是三線圈 正常來說 AirPod 的話就放這裡 就可以充電的 那我們試一下 拿多一部手機 去充一下電 先 這個位可能 不夠貼 是不是 噢 不可以充兩部手機的 我先走 三星 三星成功無線充電 放在旁邊 這樣打直放在旁邊 三星就 然後 那些位置未必對 這樣就 這樣就 對了 只能夠這樣充電 這樣就 對了 那就立即OK 在充電 現在這樣就 對了 蘋果 對了 反應很快 蘋果就打橫 剛剛試過打直都OK的 現在試一下先 OK了 那最緊要對準回它的 後面的可能充電位 叫做 嗯 三 同一時間 三星就 對了 三星的那個接觸位 就可能大一點 闊一點 那就 未必充 這樣未必充到 一定要 打橫 對了 打橫 就OK 沒問題了 那對比在一般平價的 那個 那些無線充電板來說的話 這個 Normac這個充電板 其實 那個質感啊 各樣東西其實都真的 做得很好的 而且它的 那個 Apple Watch那個充電位呢 其實它都拿了認證的 那就 對了 就不會說 充電的時候過熱 或者充不到這些 這樣的反應 那它整個質感都 對了 做得很好啊 那邊都不會說有 戒手啊 金屬 它金屬打造呢 都不戒手的 對了 對了 好 今天的介紹就是這麼多了 記得關注我們 24 BYE 2 2 2 3 2 2 3 4 6 8 6 2 5